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贾务战争时 慈禧擅自罗用了海军的军资 因此导致清朝的海军没有足够的装备 导致其惨败 因为种种暴行 所以导致百姓对于慈禧的印象并不好 认为他的垂帘听政不仅没有帮助到清朝的发展 反而成为其灭亡的催化剂 慈禧虽不被众人看好 但是他曾做事一手 至今流传到现代 慈禧虽败为太后 但是他的出身并不好 他的父亲只是仇 中了一个下级官吏 因此慈禧的身份并不算尊贵 同时他的家中一共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慈禧是最年长的 因为父亲重男轻女 所以慈禧从小也不受到重视 因为父亲的稳战 所以慈禧和家中的关系并不算亲密 直到后来 慈禧父亲去世以后 他们家中的生活可以说一落千丈 本来父亲官职不高 就没有享受过好日子 现在唯一的支柱没了 生活更是惨淡 这一切都从慈禧进宫的那一刻发生了转变 被贤峰皇帝选中后 慈禧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所谓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因为慈禧的发达 他的家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慈禧的帮助下 不至于再过以前那样的实不果腹的生活 之后 贤峰皇帝并是有野心的慈禧联合宫亲王义 发动政变 一时之间成为了最大的掌权者 按理说 慈禧发迹以后 他的家人肯定会受到优待 但事实并不是 这样的 就拿慈禧的弟弟来说 他并没有受到重用 并不是因为慈禧不念旧情 而是因为他的这个弟弟实在无用 他整日就知道吃喝而乐 对于政务一窍不通 如果把正事交给他 必然处理得一塌糊涂 因此 就算慈禧后期权清朝隐 他也没有重用家人 因为他知道 就算自己把他们扶上位 从有一天也会给自己找麻烦 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利 慈禧自然是不会把这么没用的人留在自己身边 因此 慈禧宁愿给家人很多钱 也不会让他们插手朝中的事物 更不会给过高的官职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大家才会觉得慈禧是一个很凉薄的人 就算是对待自己的家人也很冷漠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他对自己的母亲就很好 有一次 正逢慈禧老母亲过七十岁生日 但是 朝中官员自然不敢懈怠 人人都送去了礼物 毕竟是慈禧的母亲 各路官员都使出了各种手段 极尽讨好 各种奇珍 一宝收到不少 对于慈禧来说 他知道 自己不论送什么新鲜礼物 都不如亲自去给他老人家过寿的好 但是当时朝中国是繁忙 所以 慈禧实在是抽不开身 思来想去 慈禧决定给母亲写一首诗 借此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也算是弥补自己 不能亲自去过受的遗憾 在这首诗中 有一句话 至今都在被人们引用 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虽然这七个字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也道出了所有母亲的心声 大家都觉得很有共鸣 因此才能代代相传 笔者认为 看待一个历史人物 我们应该从多方面考虑 对于众多百姓而言 慈禧并不是一个好人 正是因为他的封闭落后 以及娇奢淫逸 所以 才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当时不少百姓都对他恨之入骨 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命生活 不断地搜刮民之民膏 但是 从母亲的角度来说 慈禧又是一个很孝顺的人 为了弥补不能亲自给母亲过受的遗 嗨 她可以亲自写诗作为补偿 想必这一首诗比任何奇珍医宝都要珍贵 慈禧的那句可怜天下父母心 想必很多人都有共鸣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